我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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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医生啊 我是那个学校的学生 然后我想来预约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个时间看一下眼镜 这两点眼睛有点酸疼 然后想顺便更新一下 测一下度数看是不是近视又加深了 散光什么的 我知道有可能会慢一点 但是这些想祈祷打电话 约一下时间您看这边 喂同学你好 这个我们现在预约是可以的 现在是5月22号5月23号对吧 我们下一个可以的这个时间点 在6月下旬 6月下旬啊6月下旬太好了 那也就一个月是吧 有没有再早一点呢 再早的没有了最早的现在应该是6月20号 这个样子6月20号可以 6月20号可以 那我就再等个二十几天 同学不是二十几天 是2021年的6月 2021年 对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问题啊 因为本来就预约的那些学生呢 现在都没有办法测了 都没有办法测呢 只能往后排 然后因为大家都在家里呢 就是他现在很多学生都反映出自己这个视力 好像禁视率齐升了 于是呢大家都来报这个要检测眼睛的视力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排到2021年了 加上有一些医生呢回老家了 真的2021年吗 我检查一个视力我要等一年 同学我明白 但是我们现在是新冠疫情嘛 希望你也理解我们现在这边人手不够 如果你要急着检测的话呢 你可以去联系一下对吧 旁边这个私人诊所里面 但是可以给你检测 私人诊所他不报销我的保险 我检测得起吗 这边这个问题就不是我们负责了 好吧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办法 那我只能对吧 给这个私人诊所发发消息了 搞不好他们也能给我一些折扣 看在我买了这个某一家的医疗保险的份上 于是呢在今天我和这个医生啊 和这个预约的前台做了如下的对话之后呢 我们看啊就有了这一张截图上面发生的故事 我和另外一个私人呢 现在还接受啊看诊的这样的一个诊所 发了一个信息询问 如果我要去做一个视力检查眼睛检查 加上啊有可能要他们出一张纸 上面这我近视多少散光多少 配个新眼镜的话需要多少钱 于是呢他就回答我了 这位叫Melissa的小姐回答我说呢 普通检测500美元 然后呢加上dilation就是让你的瞳孔散大啊 150还就650了 然后再加上100块钱呢 这个检测镜片费 那就是750块钱750刀 然后我下面就回了他啊 对不起我没这么多钱啊 你刚才就给我取消好了 我不跟你约了 真的是我觉得我看到他要这么多钱的时候 我那个发心发心意过来 我看到500块啊 那我眼睛也不疼了好不好 眼睛也不酸了也不肿胀了 什么病都没有了啊 就当我没问过啊 我这个眼镜反正现在还可以用 好吧 差一点度数就差一点度数 这750刀 你这750刀就是见了鬼了 好吗 5000块钱验个光 5000块钱验个光 我在国内要买眼镜的时候 买个眼镜1500块钱 送你验光 搞不好还送你两双袜子 结果我现在光验个光就要5000块钱 不然的话就是我买的这个医疗保险的机构 cover的这个地方呢 要预约到明年去 这就是现在我想去做一个简简单的视力检测 面临的窘境 真实的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事情 本来呢 回家坐下来是吧 一想要这么多钱 你让医生出来也不容易 你要做视力检查的话 你要跟患者近距离一对一接触 视力检查大概要一个多少时呢 啊 要这个钱我觉得也算是情有可原吧 还有前台什么东西都要为了接受你这些患者 都要坐在那边等你们上门 那收这点钱我觉得是OK 但是转念我又一想 最近美国人看得起病吗 平均40%的美国家庭是拿不出一分钱储蓄的 都是靠着拿了工资就还信用卡贷款生活 750刀 750刀 检查个视力还不算配眼镜的钱 检查视力750刀 我就想想你美国家庭付得起吗 啊后来我想到这层我又想了一下 美国好像戴眼镜的人是挺少的啊 是挺少的 你平时你是小学初中高中都不读书啊 大概就是打了橄榄球的橄榄球 曲棍球的曲棍球棒球的棒球 天天就在阳光下面乱跑 就是很多工资吹捧的所谓叫 哎呀在小的时候呢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 到大学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学腻了 他还愿意学习 这时候的学习才是最高校的学习 美其名越这样 所以呢这些人我觉得近视率的确挺低的啊 因为近视率这个东西很多人以为 这是不是你这个看书看瞎了啊 其实并不是 孩子呢在势力发育的时候呢需要充足时间的光照 光照啊他跟光照有关系 而我们国家的学生呢 你别管小的 幼教育一直到高中都是 在课堂里面基本上啊 小学的体育课 初中体育课 特别是考试前面经常就是 我自己最烦的 就是上体育课的时候 我都换上球衣准备去踢球了 就数学老师拎力搭箭子是吧 数学老师一般都是都是这样的啊 夹在这里 然后呢这咪咪这个数学老师都是咪这个眼就这种 呃那个体育老师今天生病了啊 呃这个这节课上数学课 体育老师生病 这是我听过最扯的笑话了 体育老师你咋不生病 数学老师 你长得他家生病 你又抽烟又喝茶 呃晚上又熬夜批卷子 你咋不生病 体育老师能生病 体育老师生病 我刚刚还看见他呢 我刚刚还那边食堂吃饭有说有效呢 还吃两大块炸肉 你咋不说你生病呢 一节体育课又变成了数学课 对吧 呃班主任 呃呃那个 在补我们的体育课了 小学的时候还真有 小学的时候还真有 有个老师抢了我们的体育课 然后呢后来上语文课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高兴 他问问题我们都不回答 认为我们要上体育课 老师我们要上体育课 然后他就怒目原睁 好去上体育课去上 现在去 你们都去去 我放你们去 我看你们谁去 哈哈哈哈 所以没有人去 这个扯远 就是说孩子啊 视力发育的时候 需要充足光照 所以大家如果看我视频的朋友啊 假如你们家有这个 视力正在发育孩子的话 小学初中啊 这样子 请保证 他有足够在外面瞎跑的时间 哈哈 就是为了他的有一个好的眼睛 我当时就是没有这种 好的 环境吧 好的这个条件 导致我现在 我这辈子也得戴着眼睛了啊 这其实是很很难受的 因为我眼睛小时候真的很大的 我眼睛真的大 小时候 但是现在戴着眼睛慢慢就变小了 就眯一封了眼 对吧 而且还有散光 散光这东西更是近视还可以矫正 高度散光的话是没有办法矫正的 太危险了 而且做正式的 我们叫非苗手术 本身有非常大的风险 很多人就做了之后 终身有后遗症 所以说 视力这个问题非常宝贵啊 大家如果有孩子的话 要记住 光照对孩子的视力发育非常重要 好 说完这个孩子的近视预防的问题啊 回到我自己去看眼睛的这个问题 回来呢 我就想一开始觉得 对吧 医生挺有可原 人家医疗系统也不容易的 这个疫情当前还要去 为病人服务 近距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有点像理发师这样的行业啊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去理发 你怎么敢去理发 但是我又仔细一想 你美国人也看不起 这叫什么 叫忍一时 越想越气 退一步怒火攻心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当然知道 我本着 我的这个机构告诉我 我们这个保险要到明年才来给你预言 你要是想看眼睛的话呢 你就直接找别的私人诊所 你得自掏腰包的时候 我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 是吧 我觉得你再贵你也不至于吧 因为我一年的医疗保险 也就是三千多美金 我觉得你这个玩意 包一包你也没有这么贵吧 结果大跌眼睛 大跌眼睛 的确是贵的我看不起 好吧 是我穷 我买了保险也看不起病 牙和眼他一般都是在美国是单独啊 医生是可以出去盖诊所的 就跟国内一样 有非常多的眼科诊所 现在是私有化了 他这个相对因为患病比较独立 拔牙这东西 你说有必要跟 你不需要去做个雪长龟什么的吧 这些可以把眼科也是啊 基本上都可以独立出诊 所以私有化更方便 少一些这个叫繁文如节 当然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考虑上 我有医疗保险的人 依然看不起 那你的40%根本就没有储蓄的 也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普通人 你看得起病吗 你更看不起啊 更不要说你买了所谓的有医疗保险 像我一样依然看不起病的人 有这么多 这结合我自己在美国了解的这些 比方说腿断了的同学 然后他的同伴美国同学呢 出于好意 拿起电话 准备打911的 有人你要干嘛 我帮你叫救护车 别别别别别 千万别叫救护车 我好了我好 我腿断了我自己能走 千万别叫救护车 一叫救护车一千刀没了 一千刀没了 还有那种家里是吧 煮个泡面 然后呢去回信息什么东西 没注意 结果那边油锅烧起来了 油锅烧起来 顶上都有烟雾报警器的嘛 烟雾报警器一响 消防车就来了 消防车来了 一千五 所以说美国这种东西啊 就是听上去好像更好笑 就是我们在这边天天都发生的事情啊 在我视频里大家或多或多都听见过 我戏称叫FBI又来抓人了 对吧 其实就是有可能是消防车 有可能是警察 每一次消防车从我楼底经过 那就意味着有某个人的腰包要缩水了 一辆消防车一般就是七百多块钱 两辆按量数算的啊 两辆 因为他一辆消防车要三个人嘛 三个人你都要给钱的呀 然后你要还有这个交通疏通费 因为他是特种车辆 那24小时得待在那边的 美国的消防员基本上都是私有制 外包的 他是职业消防员 人家的职业就是消防员 非常有经验 当然他们年龄比较老 不像我们国内戏上是武警代劳 武警都是年轻人 他们呢好处在于说他们年轻有力量 敢拼敢冲 但是呢经验的确是不如 美国的这些老牌有经验的消防员 所以各有利弊 但是在你把这些公用资源私有化的途中呢 又非常多人就变成了用不起这些东西了 我们可以想想那些拿不出储蓄的人叫得起消防车吗 叫得起救护车吗 怎么样陷入债务危机的就是他妈这么陷入交火危机 这你到某一个slung 你到某一个平平枯去对吧 这大哥出于某种原因油锅失火了 然后被他的邻居报了紧 然后呢来了大概五辆消防车 这哥们一下子就背上了这个三千五百美金的债务 你债管债你这别想翻身了 然后再把你这个什么信用等级啊 什么信用卡又一锁 本来你就吃着还最低还款额过活的 现在就变成了 明明是要多出来三千五百刀这个债务 然后呢你还不起那些乱七八糟别的信用卡的时候呢 利息更多越压越大 这个美国自己现在的国家债务一样啊 超过150%了 以后搞搞按照这个迪老师 迪东升老师在观视频里面讲的对吧 你搞搞你一年GDP还不够还利息了 你想怎么玩 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啊 所以呢我自己做一个财务自由 是处于美国的整个经济和税务债务体系之外的一个人 我买了你的医疗保险我依然用不起你的医疗资源 这么一个情况 再从我的视角出发 看看那些在美国的税务债务体系内 财务可能还没有我自由的普通美国人 到底碰到这个问题会怎么样 非常显著的例子 CNN之前发布明调 我们在这期里面已经讲过了 百分之五十五的黑人在他们日常生活中 认识或者知道有真正新冠肺炎确诊住院 也就是重症 百分之五十五的黑人知道 这个数据是在纽约做的 CDC后来又发的数据呢 是580个在纽约确诊新冠的患者里面 百分之四十五的患者是白人 而在这个社区里面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是白人 也就是基本持平 而黑人呢 患者里面百分之三十三是黑人 百分之十八的社区人口数是黑人 也就是黑人在社区中他患病的几率是同比白人的两倍 华人我们整体上来说在美国呢 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呢 要比黑人和辣美医要好一些 但即便如此也不可以小觑在本次新冠疫情中间 本来就已经非常矛盾尖锐 而且非常我们说在两难嘛 看病难买药难雪上加霜的情况 那美国人自己总结四个原因啊 第一个没有医保啊 这完全就是放屁 我有医保我也看不起病 第二个呢语言不通 移民有可能墨西哥大哥可能不说英语 对吧 那引起一个不信任的问题 互相不信任 人家觉得你这医生给我乱开药啊 你给我开什么止痛剂啊 你们知道啊 可能有有问题的那些 或者你给我开个检测 检测费可是要另付的 各位检测费是不包括的 这样之前董王不是说 哎呀我们现在新冠检测也是全国都免费 对吧 但实际上免费不免费 免费一个屁 为什么免费一个屁呢 你坐下来医生的工资你要付 你不急诊不给检测 你要检测新冠之前 你必须检测流感病毒 啊疫情流感 维多利亚亚型流感 而同时呢你还要抽血做血常规 这些钱美国政府可都是不付的 这些钱多少 我在之前视频已经讲过了 大概呢算下来大概是900多刀 付得起吗 付不起 40%美国家庭没有医保 而且拿不出任何储蓄来了 这1000块钱算上董王 亲笔签那个支票1200刀 也只够付个新冠检测的 假如你真的测出了良性 你有钱治疗吗 你有钱治疗吗 各位你有钱治疗吗 啊我做的这一篇视频里面 已经大概的模拟过了 非常早之前就模拟了 对吧 你知道一个新冠一个疗程 基本上是120万美金 你治得起吗 你治不起 哈哈哈哈 你治不起 好第三个环境问题 有的那是穷人区 有的那是富人区 医院的医疗资源 医生的素质是不一样的 好医生扎堆群聚想象 叫clustering 国内有美国也有 这个不是受不受外衣所转离 就跟教育资源一样 一样的也面临这个问题 然后呢第四个耻辱性 人的耻辱性 叫平民社区呢 跟富人社区不太一样 平民社区比较聚集 聚集的话呢 大家互相都认识 大家互相都认识 知道你得了病之后呢 大家会故意疏离你 特别是有非常多的 这个贫穷基本上跟教育挂钩 受教育成分越高呢 基本上收入就越高 这是一个社会学的定论 那么受财成分越低呢 越迷信 包括这样什么 大家都知道火锅大王 对吧我非常喜欢这个 他小时候就是受这个教 很多人对吧 在这个低收入啊 低教育人群啊 就搞这种教啊 就认为得了病 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这是一个耻辱的事情 你去看医生啊 这更是耻辱 你应该干什么 好好呢跟上帝祈祷 宽恕你的罪 是吧 大概也是这样 作为一个财务比较自由 没有任何债务的人来看 我还有医保 我都看不疾病 很难想象啊 很难想象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那些真的有慢性病 真的需要看医生那些病人 是如何熬过去 所以我也理解了 之前为什么说 呃 美国的止痛剂乱开 对吧 包括马飞啊 马飞是成瘾的 我们国内 马飞这种东西 和杜冷丁啊 都是管制品 对吧 除非你说晚期癌症病人 这基本上是 呃 中末期 姑息治疗 就为减轻一些痛苦 否则呢 都不给用 但美国这种东西乱开 乱开的 神经磊 额片类药物啊 之前呢 这个几百万人是吧 全都乱开 开了一代人 全都是有这个瘾 所以呢 管中溃爆 可见一般 有我自己在这边 盲人摸向摸着这条向腿 呃 期待国家什么时候 能把这个航线疏通了 我们接下来 留学生能回去 好吧 配个眼镜 验个光啊 还能送两双袜子 哈哈哈 好 谢谢啊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